华联县管河川美伦西从上至桥到中正桥之间的左岸 有一段长约280公尺的断点 没有堤防、没有防汛道路 不仅影响防洪安全也缺乏都市景观 更无法附加修器功能 而县议员张美惠上任后 持续争取并追踪进度 张美惠直出县府预估半年内完成都市计划变更程序后 即可推动后续的新建作业 待未来完成之后 仅能让县民在美伦西畔有更安全、更完整的休憩 以及实案空间 先议员张美惠表示 美伦西往出海口方向堤防就差左岸280公尺断点 涉及了河川治理线、防汛道路规划 还有面临岸边军方办公厅设拆迁等问题 需要变更都市计划用地 整个程序很冗长 提出到现在已经推动了三年多 280公尺没有堤防的这一件事情 其实我从上任之后 就一直在督促县府 但是他必须要透过都市计划的一个变更 县都委会然后送到内政部的中央都委会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反锁 已经大概跑了三年多了 内政部的这个都委会 他的这个分组小组已经来至少看过 开过三次会议也有限定会开 因为他要变更河川治理线 那又有都市计划道路线的这些 复杂的这些问题需要去克服 所以他们又有专案小组会议又有现场来看 那看过之后没有问题就要送到大会去讨论 都市计划的这个程序完成之后 那到开始要可能你合体你要兴建 又有军方的这个军设在这里 那又有代签代拆代件的问题 又有工程要征收要经费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至少还要半年的时间 但是我们觉得已经快到尾声了 快到达到终点站了 我们也很期待这件事情 能够完成相关的程序之后 那可以开始来动工兴建提防 县府建设处则回复 预估半年内会完成都市计划编更程序 就可以推动后续的新建作业 而目前提防新建 都市计划道路开辟 及军方会拆迁到的范围都确定了 只剩下未来要提报相关的建设计划来争取经费 张美惠表示 他从商人开始就执询提案也持续追踪 现在三年多了 未来会持续追踪列入进选连任政见之一 他也承诺如果顺利当选连任 会继续为乡亲来争取适合休憩的良好水岸空间 接着会欢迎市报道